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閃甘川連日暴雨 水鋪泄洪加重災情 陝西男子看守所意外生亡 家屬已虐待致死 尼泊爾加德滿都機場飛機墜毀 至少18人喪生 隔美颱風預計晚間登陸臺灣 恐將帶來1800毫米以上降雨 中国陝西 甘肅 四川等地連日暴雨 再加上水庫泄洪 使災情更加嚴重 陝西保激和商落的民眾披露 前幾天 水庫无预警泄洪 洪水泥石流卷走不少人和車子 但是官方封鎖消息 陝西省保激市16日降下破季路暴雨 引發土石流與河水倒灌 市區災情嚴重 汽車被冲走 23日起 再度降下暴雨 流經市區的衛河等多條河流暴漲 24日上午 當地市民透露 看到一些車子從上游冲下來 實際傷亡人數比官方報導的多 陝西省商落市炸水線19號晚間8點左右爆發山洪 一座高速橋樑垮塌 造成多人傷亡 當地民眾披露 該縣多個村鎮傷亡更大 但官方隱瞞不報 而經過一夜暴雨 四川都江堰 紫瓶铺水庫泄洪 24日上午 都江堰 雅安等多地傳出災 同一天 甘肅 平良等多地也降下暴雨 多條河流暴漲 水庫泄洪加重災情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雄斌伯尼采訪報導 陝西咸陽市民王小剛 在看守所被關押期間意外死亡 家屬透露 王小剛在看守所遭到虐待 懷疑官方掩蓋他的真實死因 今年5月 王小剛被咸陽市衛城區法院 以故意傷害罪判刑10年 二审尚未開庭 王小剛就在看守所關押期間意外身亡 王小剛的妹妹王小琴告訴新唐人 7月20號凌晨2點多 咸陽市看守所警察給她打電話 說王小剛被送到醫院了 情況緊急 讓她趕緊去醫院 我進去看到的時候 據我的經驗判斷 王小剛當時其實已經死亡 她兩個眼睛睜著 就是死不瞑目的那種狀態 兩個眼珠子沒有任何的光澤 就像死於眼一樣 臉上慘白慘慢的 嘴唇也慘白慘慢的 全身僵硬 冰冷 據王小琴介紹 2007年王小剛被狼狗咬傷 導致精神病發作 她父親王英強為此上訪十幾年 也沒有結果 2022年9月 當地一名解訪人員持刀衝進她家院子 被王小剛打傷 王小剛被判刑10年 王小琴說 王小剛被送到醫院時 咸陽市看守所所長和多名便衣都守在醫院 看守所說 王小剛高度貧血造成大出血 但醫院急診科醫生說 王小剛是大動脈出血 造成失血性休克 而重症監護士醫生說 王小剛是潰癢造成的腸道出血 7月23號 醫院宣布王小剛死亡 由於看守所和醫院醫生給出的說法並不一致 王小琴懷疑官方在掩蓋真實死因 他在監獄保受摧殘和折磨嘛 去年律師回見他的時候 他就曾經在回見手就提到 他被管教毆打 被犯人毆打 被虐待 當初王小剛入監所的這個提前表也顯示是健康的嘛 那既然一個健康的活人怎麼就成一個死人給我猜出 他到底在裡面經歷了些什麼 我不得而知呀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唐穎、熊斌、陳建銘採訪報導 週三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特里布萬國際機場發生空難 一架小飛機在機場墜毀 路透社報導 至少有18人遇難 據報導 失勢的飛機屬於尼泊爾太陽航空公司 載有2名機組人員和17名維修人員 原定由加德滿都飛往另一城市伯卡拉進行飛機的檢修工作 飛機在起飛途中在機場跑道墜毀 飛機起火冒出大量濃煙 許多消防人員到現場滅火 目前還不清楚事故原因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田園綜合報導 週二上午 美國眾議院對抗中共特設委員會舉行聽證會 指出中共透過防火長城加強國內資訊監控 以及向全球輸出獨裁科技行為 呼籲中共拆除防火長城 在聽證會上作證的包括 中國數字時代創始人肖強 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扎克·庫珀博博士等 你覺得會發生 if the Great Firewall ceased to exist and information flowed freely in China? 中國人會不再存在 given enough time, just like the Berlin Wall. Without that wall, the other half of the city of Berlin 將會走到自由 而中國人們如果沒有防火長城 如果沒有防火長城 他們會在心裡找到自由 他們會在心裡和心裡找到自由 是指中共監控全國網絡資訊出入境的硬體和軟體系統 有專家指出 中共還透過防火長城 向全球輸出獨裁科技 對世界和平構成新威脅 對抗中共特赦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 克里希娜·莫提在發言中指出 無論是在現實社會還是在網絡上 都不能讓中共的專制審查和控制佔上風 對抗中共特赦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 中一在美國媒體《新聞週刊》投書 他寫道 如果中共黨魁決心要消除美中之間的溝通障礙 第一步就是推倒防火長城 穆勒納爾還呼籲中共 停止對言論的審查和限制 讓中國人民不受限制的瞭解真相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趙鳳華 田園綜合報導 原大陸軟件工程師牛寶書 因為打算參選村委會遭到中共迫害 來到美國後 他聲明退出中共 呼籲中國百姓盡早突破網絡封鎖 了解自由社會 原大陸軟件工程師牛寶書 曾經從事電腦軟件維護工作 他在2019年因為想參加選舉 而被中共關押拘留 他說 中共是繼承了蘇俄的餘毒 是全人類的公敵 他是從蘇俄那邊傳過來的 蘇俄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中共就聚成了它的一波 尤其是它那種控制信息 然後控制人民 然後建立的這個威權體制 都對世界極其不好的 他鄭總聲明 要跟共產黨徹底斷絕關係 他希望中國人都能突破網絡封鎖 瞭解外界信息 早日認清中共的邪惡真面目 我希望中國人民能認清共產黨的真相 認清他們的本性 然後勇敢地退出這些組織 跟他們斷絕這些關係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洋 洛杉磯采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美兩國星期天 將首次召開延伸威懾相關部會會議 疫情後中國首架航司破產 飛機打折拍賣無人買 維安舒斯治川普遇刺美特勤局長蘇芝 馬克宏計劃在巴黎奧運結束後 8月中旬組成新政府 中共在1999年7月20日 發動了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鎮壓 在720之際海內外各國名人政要 紛紛譴責中共暴政 要求立即停止這場長達25年的迫害 這裡是澳大利亞南澳首府阿德萊德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許智峰表示 全世界應該聯合起來 反對對法輪功修煉的迫害 因為這是對人類道德底線的嚴重踐踏 對方法輪功修煉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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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法連法有當法輪功修煉的迫害 如果這些人 dürfen只供供給解決 對方法輪功修煉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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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要在獨家裡悉的迫害 记者位在台湾立法院 美国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立法委员邱志伟说 乐见更多国家跟进 他也像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喊话 人权的人用法律制裁是最直接的方式 包括财产冻结 包括刑罚 包括禁止路径 我想这才会产生恶俗的效果 那我希望所有国家也能够比照美国 通过像类似这样的法案 来制裁这个加害者来保护人权 要支持这些退党的人 让大家全球共同来请责中国共产党 让中国共产党早日劣解 让全球的这些破坏人群的最主要的组织 就是中共共产党能够彻底在地球上消失 隔美台风预计晚间登陆台湾 恐将带来1800毫米以上降雨 欢迎回来 隔美台风大雨影响全台湾 预计中心可能在周三晚上到深夜 在花莲、宜兰一带登陆 25号下午到晚间 在福建福顶到近江一带沿海登陆 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刘世芳 周三上午在灾害应变中心表示 台风预计带来罕见的 1800毫米以上的雨量 要求各县市做好土石流防御和疏散撤离 依据资料研判 本次凯米台风为近年来罕见 最高累积降雨量可能高达1800毫米以上的台风 特别是中南部山区雨量可能相当惊人 农业部将陆续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及黄色警戒 请各县市政府务必审慎因应 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工作 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用水 并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或从事 观浪登山等户外活动 台风影响全台 晚间登陆一花交界处 预计将带来惊人雨量 台湾军方第二第三座战区启动防灾整备 动员人力机具及防灾车辆待命 包括两栖突击车进驻林口和苏澳 全力投入协助地方政府救灾任务 新台人亚太电视林家维胡宗翰刘兹 台湾新北市报道 周三 台湾汉光演习进入第三天 尽管台风来袭 一大早 澎湖和京门的官兵就站好岗位 举行联合反登陆作战 汉光40号演习进入第三天 尽管凯米台风来搅局 但国军依然整军备战 今年离岛地区的演习不同于本岛 依然维持实弹射击训练 澎湖的第一作战区24日早上 举行联合反登陆作战 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榴弹炮 M60战车分分开火 震撼全场 而作为最前线的金门也没有松懈 金防部一早同样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 甚至天还没亮 就有民众前来等着一堵风采 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 海面有船只进行疏勃 因而取消实弹射击 但仍维持实兵操演 金防部的官兵在这个汉光时间精实的训练 也相信在操演的过程各位都有看到 也希望各位能继续支持我们金防部的官兵 保家卫国没有台风架 国军在台风来袭时 依然坚守岗位 精实训练 展现捍卫国家的决心 新唐人亚太电视杨宗奇 曾一豪 李易红 彭湖金门报道 来自蒙特利公园市 失踪将近一个星期的15岁华裔女孩艾利森 终于在周二上午被警方证实安全巡护 带你了解 失踪一个星期的15岁华裔少女艾利森超 于周二上午在Glandial市的ABC电视台门口 被当地警方寻货 目前艾利森已经确定安然无恙 被暂时安置在蒙特利公园市警局 7月16日傍晚 艾利森骑自行车离开父亲家后 就了无音讯 最后一次出现是当天下午6点20分 她骑车经过Elsa Reno社区 被居民的监控录像拍下 直到周二上午 警方巡献在格伦戴尔市找到了Ellison 目前Ellison的父母还在打离婚官司 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至于过去一周 Ellison到底去了哪里 住在什么地方 目前还不得而知 而她父亲律师表示 这起失踪案不涉及违法或绑架行为 而Ellison也已经交由家庭与儿童服务部 做进一步的了解和咨询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 林永峰在洛杉矶的报道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杜透公布调查指出 在百位经济学家中 有73人认为美国联准会 今年只会降息两次 分别在9月和12月 因为尽管通膨有所缓解 但美国消费者需求强劲 需要谨慎行事 南韩三星电子最大工会 6月期展开公司史上首次罢工 工会表示 资方23日与工会代表会面 并重启薪资协商 但双方谈判占无结果 日本新日铁公司将退出 与中国宝山钢铁的合资企业 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关系 这将使新日铁在中国的钢铁产能 减少70%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23日盘后公布第二季财报 营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4% 云端季度营收 首次突破100亿美元 不过YouTube广告营收未达预期 股价在盘后交易一度下跌2%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探讨台海战红色渗透 高桥一生 杜文泽首演台剧 台湾强化全民防卫演练之际 有一部探讨台海战争议题的台湾剧集 周二发布 没有自由 又不是台湾 剧情罕见触碰台海议题的台湾剧集 23号记者会上公开前导片 探讨台海战争 从倒数第七天到开战日 台湾社会可能面临的各种状况 日本演员高桥一生 港星杜文泽 台湾演员柯一正 专凯勋 李信 蓝伟华等豪华阵容一字排开 超强卡斯令人期待 一现身就用中文打招呼 日本男星高桥一生 首度参与台剧演出 饰演一名台日混血 与台湾女星林玉涵演对手戏 高桥一生也公开了接演的契机 透露自己读完剧本之后相当喜欢 近年定居台湾的港星杜文泽 也首度参与台剧 台上介绍自己角色 就引起全场爆笑 杜文泽也笑说 难度很低 在香港看了很多这种人 这部耗资2.3亿元制作的台剧 描述台海战争一触即发 透过不同面向 勾串起在战争威胁下 如何去面对人性的诱惑和挣扎 真正的手段是资讯跟间谍 战争所谓的红色渗透 所以我们会用各个的社会的面向 就是红色的渗透在台湾的 每个的社会面向里面 用威胁力 用恐吓的方式 让我们台湾人去 面对这个人性的诱惑跟挣扎 如何去面对这个战争 是我们这部系的主题 记者会上文化部长李远 投资人联电创办人曹星辰也到场支持 同时剧情为了贴近真实 也邀及军政界重量级顾问 包括政治顾问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林景昌 军事顾问国防院副院长苏紫云 黑熊学院院长沈柏扬等人 都前来共襄盛举 并获得国军全力协助 新唐人也在电视 林玉堂 林天心 台湾台北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4年7月24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4亿3356万9178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41755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